大模型又开始刮起新的风暴了 网络上已经有人晒出 随手拍一张鸡胸肉的照片 问AI有多少卡路里 立刻告诉你答案 把一张电影截图发给他问 是什么电影 立刻告诉你是星际穿越 把医院的检查报告 拍张照片发给AI AI直接给了一些诊断建议 你甚至可以画一张草图 然后一个简单的游戏就做出来了 今年10月份 一些大模型都进行了多模态的更新 我自己在试了DLE3之后 也觉得在生成图片方面 这一版本的精确度非常高 体验也超过了明德之逆 比如我可以要求他 生成一个牛奶盒包装 背景是田野与蓝天 同时有个牛奶杯 而杯中还得放一只燃烧的大蜡烛 然后盒子上还要有光影 相信看到这里 你已经对多模态的威力 以及未来带来的颠覆性 有了更深的认识了 但是在2023年 为什么很多大的企业 更在意的不是应用端的进展 而是算力的储备呢 我以前的视频就说过 大企业的动作 其实在今年非常重要 我们拿华为来说 任正非上个月突然强调 我们正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 基础就是大算力 而半个月前 孟晚舟首次从集团层面发布了 要全面智能化的新战略 而华为历史上的重大转型 算上这次 也一共只有三次 其中一个具体目标 就是让所有的决策可计算 以算力的无所不在 加速智能的无所不及 另外我们发现 今年很多国央企也是优先更重视 去践行东数西算的国家战略 三个月前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 高温院士更是直接说 什么时候我们的算力超过美国 我们的GDP就超过美国了 那在新的通用人工智能时代 算力到底有什么新的重要意义呢 为什么今年很多城市都在建设 新的算力中心呢 为什么未来人类最大的耗电项目 将是在算力上耗费的呢 大家这些问题啊 我就去了贵州学习 为什么去贵州呢 因为 因为大家知道啊 大数据与算力本身就是贵州的一张新名片 而根据规划 贵州未来三年算力扩张目标 又将超过十倍 在去了全国第一个大数据国家重点实验室 国内第一个大数据交易所 以及国家超算中心学习之后 我理解了一些国内数字经济 与通用人工智能结合的新机会 我们先说一下 为什么现在算力会短缺 如果想初步了解人工智能 很多人都会说 人工智能发展有三大基石 算力算法数据 上面这样图是三者的关系 虽然不能绝对的判断 一定谁比谁重要 但是在不同的技术周期内 三个要素会有不同的西线属性 比如就我个人的从业感觉来说 从13年到15年 互联网大佬们和各种技术畅销书 提的更多是数据这个要素 大数据的热度也很高 而从15年到18年的人工智能浪潮 各种会议论坛关注的多数是算法 那会算法大牛也有着极强的资本号召力 而且主要是集中在计算机视觉领域 计算机视觉在国内 也是当时学术界的热点 18年之前算力虽然也重要 但热度显然不如今天高 我们去看如今算力产业很强的贵州省 它的源头是起源于1314年 云上贵州云服务平台的建设 然后接下来几年 三大运营商还有华为苹果 这些世界级的公司 陆续开始把数据中心建设在了贵州 开始是因为贵州的地价 电价都比较低 还有政策支持 去年贵州数据中心 电价仍保持在约为0.35元一度 而内蒙古数据中心平均是0.37元 宁夏是0.42年 在13年到20年这个技术周期中 范IT的从业者们 对代表算力的这些硬件设施 评价起来更像是IDC服务器行业的一个升级与延伸 算力产业虽然提及的次数在增多 但显然还没有迎来高光时刻 直到2022年 国家刚好启动了一个超级工程 东树西算工程 这个工程体现了国家的一个雄心 既然未来算力跟电力一样重要 那未来也应该像电网那样可以统一调度全国的算力资源 而不是现在较高成本的资物 这会改变什么呢 比如无论是个人还是小的创业公司 已经可以实现去渲染一些高质量的视频或者游戏 可以使用公共算力 你做个小独立游戏 可能两三个人做一个月就能做的不错 再比如这两个月 我们公司现在两三个人的小组 也可以给予兴趣用Meta的开源大模型 去改一个自己的大模型了 未来更远的目标是跟用水用电一样 算力可以随取随用 更高效的从枢纽城市跨省去掉算力 像贵阳贵阳作为枢纽城市 与17个城市实现城市之间的网络直连 当然这还需要网络的运力很强 什么是运力呢 比如自动驾驶圈子经常讲一个英特尔的预测 高级别的无人驾驶 每天行驶8小时就能产生4TB数据 两个月前 郑伟民院士还在一场会议上举了一个例子 在网络正常的情况下 从北京的清华大学传出4个T的数据 到江苏的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 需要5天 我们把它课成盘快递过去 第二天下午就到无锡了 但是如果暂时不用与人专线 传4TB数据 目前最短能缩短到3个小时 所以要想实现算力普惠 算力存力运力 它是个木桶原理 哪个短了都不行 我在贵阳公共大数据国家重点实验室 和那里的科研人员沟通了解到 其实实验室很多研究 就是围绕我们前面说的 这个算力调度和均衡技术研究展开的 而且在这个算力的搬运上 我们国内研究更是前沿的 比如早在去年 美国商务部工业安全局 就要赶紧限制英伟达 AMD出售高性能GPU给中国公司 因为全国统一算网的落地 大家都想快速做 其实我们去看 二次工业革命电气化前期 当时大的企业工厂 要有自己的发电机组才能用电 然后是以不同的街区位单位 建小型的发电站 后来到很多城市 建起中央发电厂 再到有覆盖全国的电力网络系统 算力在未来也会经历一个 从城市级的公众算力平台 再到全国算力网络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这两年 很多数据局都在指导着 建设城市算力中心 过去十年 贵州模式就开始很有参考价值了 我们看到今年 大家要排着队 去贵州训练大模型 甚至是发布大模型 是因为到了2023年 碰上了通用人工智能的爆发 算力彻底成为了这个技术周期里最重要的要素了 因为达二季度净利润暴涨843% 再比如Corewave作为一家创业公司 仅仅是通过使用H100GPU作为抵押品 就获得了23亿美元的抵押融资 当然如果你今天是投资方 有算力资源的投资方则更容易争取到好项目 贵州政府招商引资 算力资源有时比土地资源更有吸引力 连投资的潮流价值判断的标注都转变了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目前AI领域的工程专家会有一个共识 就是两三年内甚至更长的时间 很难再出现一个完全有统治地位的新算法模型 而这一波大模型基本都是在BERT的基础上构建的 目前的算法工程专家关心的都是如何用好BERT以及相关的变种 从数据角度来说 各大搜索引擎预料库里该用的数据也几乎都用了 所以我们可以说在未来三年里 想要翻天地覆程度的改变 靠算法与数据都无法带来新的巨大突破了 则让人们看到通过堆参数量增加GPU 是可以大力出奇迹的 而且未来甚至是可以靠增加算力 再一次带来天翻地覆式的改变的 算力还可以进入固定资产有稳定长期价值 所以各国会更加积极的储备算力资源 我们可以看一下全球算力指数的排名 大模型竞赛中美国和中国会持续领先 而欧洲因为缺乏大笔投资和GPU提前的短缺 已经明显落后 甚至储备不如日本 中国因为推动东数稀算比较早 在这轮技术升级的起跑阶段还是跟得很紧的 为什么只说现在是起跑呢 我们看一下清华电子工程系主任汪宇教授的一个测算 他说若以大元模型作为底座 同时处理我国14亿人的推理请求 所需的计算量超过目前我国数据中心总算力的三个数量级 所以全世界算力资源仍是长期紧张的 据中国新基建发展研究报告显示 到2025年全球数据中心将占全球能耗的最大份额高达33% 也就是说在有5-7年人类最大的耗电项目将是在算力上耗费的电量 后期算力的调度能力是可以和电网的调度能力结合的 我们国家电网积累的优势那肯定不用说了 那么对于我们很多用户来说 我们的生活又会有哪些改变呢 首先大模型出现后 软件和互联网行业又会产生很多新的创新创业机会 在企业服务领域 三个月前贵州省创新赋能大数据基金3000万美元投资SARS公司分享销客 贵阳创投之前也投了很多SARS公司 所以在通用人工智能时代 贵州马上会诞生一批2B领域的企业 近期大模型领域有一个新的说法 MAS就是模型级服务 会产生一些新的红利 2C的领域变化就更大了 因为理论上以前互联网的很多交互场景变得无效化了 如果一些服务可以通过自然语言的交互完成 很多菜单与操作界面就不需要了 比如两年内肯定就可以实现下面这种多模态的交互场景 假设你在健身录制了一段30秒的小视频 可以立刻让AI给你一些动作建议 或者是你在打PS游戏卡关了 直接拍一段小视频 让AI帮你找到已经录过了攻略的视频博主 直接跳到那一阵让你看 或者索性直接告诉你答案 反正以我跟一些一线工程师的沟通来看 以上场景两年内实现是很简单的 也会对各种职业有很大的改变 未来随着搭建软件服务的门槛变低 会真正的迎来人人都是产品经理的时代 软件服务行业很可能会呈现出内容行业的属性 重要的是创意与服务 比如中西部地区也可以容纳很多的企业与从业者 但是新时代这种随时调用智利的服务要想持续 都会变成订阅制的 因为每个人问AI的问题问复杂了 另一头的算力其实一直在消耗钱 应该也会有更多的企业在算力枢纽节点 设立分公司 前三季度贵州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速全国第一 这个增速已经保持了很久 重要的是整体规模也到了全国第15位 还有一个我们接下来感受会比较强的变化是 算力对整个未来虚拟空间的实时渲染 这个又该怎么理解呢 我先以电影举例 大家有没有觉得最近三四年 我们的国产科幻电影是突飞猛进 其实是算力增强了 比如流浪地球2在贵州超算中心渲染 一帧画面就要渲染七八个小时 总共两万多个小时 这要花两年时间 在几年前没有这种算力支持的话 花费的时间会翻几倍 其实这种电影是没法做的 接下来这里还要在建模渲染上持续发力 大家可能先想到的是游戏场景 但其实不只是游戏会被改变 比如今年做虚拟演唱会直播的团队很多 有一家被红杉投资了的企业 他们可以做到在一个虚拟空间里 做一个虚拟人的演唱会 效果媲美电影及画质的三叶游戏 重要的是可以带着VR眼镜在直播场景里体验 他们为什么要融资做这个事呢 现在的技术完全也可以去搭建VR虚拟直播间 不过这个就需要很强的实施云渲染支持 但云渲染成本很高 他们每做一场特效令人震撼的直播 每多一个用户看可能就要多几元的成本 不过贵州作为南方最大的影视剧制作的算力服务中心 最近又建设了新的渲染直算中心 这成本也会持续下降 它带来的商业模式改变就是两年之内 那些有着令人惊艳的3D特效的游戏 与第三空间的直播就会随手可得了 当然在数字经济领域 今年有一些很有国内特色的新机会 就是数据的交易 这次在贵州我们还去了国内第一个大数据交易所 在去年整个交易所的交易额是3.6个亿 今年目前已经突破13亿了 很多人对数据买卖和数据交易的印象 可能还是处于灰色地带的 尤其是买卖用户个人信息 但是现在国家也开始有一个导向 就是让这些数据在各个地方的数据交易所 规范化的交易 比如我在交易所看到的一些正规项目 是在得到用户授权许可后 把批量的个人简历数据的部分信息 在数据交易所交易 其他用工平台浏览了之后 每被浏览一次 用户就能得到一笔分成 多的时候被浏览一次就有几元钱 当然这只是场景之一 趋势是今年会有很多个地方的大数据局 将建立自己的大数据交易所 这个也会催生一些新职业 也会改变一些创业公司的价值评判方式 比如说在五六年前市面上有很多创业公司 它可能有100万的用户和数据 但就是不赚钱 又不是绝对头目 融不到资就失败了 但是在今天这些数据资产 可以直接被交易所重新评估 而且是会被银行认可的 比如今年有很多银行 开始给企业发放数据贷 全国首笔 无质押数据资产增性贷款 也是今年出现的 也就是一个企业 没有楼 没有工厂 也可以有新的融资方式 对这个方向感兴趣的 可以去搜索 信息技术数据质量评价指标 学习一下 为了吸引更多市场主体 在交易所交易 贵阳贵阳甚至会给促成交易所的 中介发放很多奖励 当然随着更多的银行 越来越认可数字资产 未来创业公司被收购的方式 也会有很多新的变化 甚至他们是可以和上市公司合并的 这期视频看到这里 你有什么样的思考呢 欢迎大家一起在评论区讨论 回顾过去十年 贵州创造了西部地区 发展战略新型产业的成功模式 我们回去追溯这一过程 会发现很重要的一点是 贵州从2013年就开始 坚定不移的高举云计算的产业大旗 先是集中全部资源与时间 尽可能的多引进世界级公司的算力资源 再打造算力平台 靠算力扶持生态企业 云上贵州系统平台 既是运营主体 又发起各类基金 最后构建出人工智能时代的 大数据产容生态体系 其他地区在服国家战略 做强数字经济底座的过程中 应该多多借鉴贵州经验的精髓 那这期视频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大拉主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